今天 来教大家做 环囊牛肉汤 环囊牛肉汤是一道 非常受欢迎的美食 我们做这个 环囊牛肉汤呢 用了牛骨 来熬汤 还用了鸡架来熬汤 然后呢会在里面炖牛肉 所以呢这道牛肉汤呢 它既有牛骨的滋养 又有鸡架的鲜香 同时还有牛肉的 暖胃强生 是一道老少嫌疑的 大众美食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 熬这个底汤 所需要的材料 主要是用这个骨头来熬汤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调汤的材料 以及香料包的配方 做这个底汤呢 所需要用到的是 牛半骨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我们学用的是 牛半骨就是牛腿 牛腿骨2斤 703055419 比如说牛鸡骨1斤 牛腿骨1斤 来搭配 鸡架 半个 牛肉 然后倒入这个牛腿骨 倒入这个牛腿骨 去掉这个表面的血水和浮沫 焯好水之后 关火 把它捞出来过凉水 下面来熬 下面来熬这个牛肉汤 准备一个汤锅 汤锅里面放20斤水 就是10公斤水 我们刚才配好的这个骨头呢 是20斤水的量 然后往盘锅里面 放入我们焯好水的骨头 牛骨和鸡架都放进去 放入生姜 开大火 把这个水烧开 然后再转小火 要熬煮3小时左右 这里要说明一下呢 这个牛骨呢 我们是可以反复使用2-3次的 第一次使用之后呢 把骨头捞出来 放凉 然后用保鲜膜 裹好 放到冰箱冷藏保充 大概可以保充3-4天 然后下一次熬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继续用旧骨头 加入10克 要把这些香料 放到磨粉里面 打碎 微信 703655419 打到中初就可以了 703655419 把它打碎呢 这个香料的味道 香味更容易出来 但是也不要打得太碎 因为打得太碎的话 它的粉末可能会进到汤里去 这样呢 汤料喝起来 会稍微有点苦味 而且那个汤不够清澈 我们打到这个程度 这个是我们已经打好的 这里面加起来大概是56克的样子 我们就撑56克香料 这些香料呢 你可以按比例配好 按这个比例配好就可以的 然后呢 需要的时候 把它撑出来 然后打碎 准备一个纱布袋 然后把这个香料 装到这个纱布袋里面 把这个抹好的香料 倒到这个纱布袋里面 然后把这个纱布袋的口扎进 再把这个香料包 放到那个汤料里面 跟牛骨一起熬汤 这个汤锅里的水烧开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载成小火 保持这个汤呢 微微沸腾的状态 让它煮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香料包 然后把这个香料包 放在汤锅里面一起煮 下面我们来炒这个生牛油 为了方便大家看 把这个锅移到这边来 调小火 调小火 来炒这个生牛油 我们这次配的二十斤水的量呢 就放二两生牛油 把这个生牛油切成小块 也就是一百克的生牛油 放到锅里面炒 把炒出油 把这个血色炒掉 把这个血色炒掉